我们昨天还在讲松江区准备把这个23号线引入到松江南站这个枢纽当中来 网上就有新的消息了 这是深通地铁公司对23号线一期工程的土建招标 一共6个标分别截止日期都定在了11月中旬 这说明什么 这就快了 招完标这个工程就要施工就要开始了 当然他这个23号线到松江肯定是个延长线 延长出去的那应该不影响 本身已经在计划在规划当中的这个23号线一期工程的建设 所以能不能赶上二期 这就看松江的本事了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评论说 又给画一个大饼 为什么12号线还没看到影子呢 12号线西延伸没看到影子呢 这23号线西延伸 又把大饼画起来了 这23号线西延伸没看到影子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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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你在这23号线西延伸没 is heard 3、拥行 优优独播放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